美国的纽约时报发布了一个重要的调查报告 其实应该说是解密的文件 他们取得新疆的一位揭秘者 这个所谓的中国建制派的官员 他自称是这样的 十几二十份的官方的文件 纽约时报做了报导 我们一直关注新疆再教育营的事情 获得了重新的关注 虽然中国的宣传机器包含所谓的大外宣的媒体 其实当然也有一些说法 他这个所谓的泄密的文件有时候是一个低阶的官员 他可能有一些他们在做学习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文件 那他并不代表官方重要的政策 不过我想这一点都没有矛盾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文件其实透露出来 有一些包含被惩处的官员 或者是一些官员讲话 或者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等等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之下的一些文件 这个都是千诚万确的 那新疆的问题其实这几年大概从2016年以来 他就开始在做我们外面所谓的集中营 我分几个点来跟大家分享 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然后再来呢我们从到底新疆这个问题是人权的问题还是安全的问题 这个西方跟中国各执一词 那再来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治病还是监控 西方说你是在监控人民嘛 那你中国就说啊你这有病啊治病啊 把你当精神病院 把你当精神病会有问题的人啊 再来呢 他这个新疆问题也变成一个国际政治之间的角力 中国很多问题啊都被变成国际角力 新疆呢它是这个维吾尔自治区 它是一个中国五大自治区里面最大的一个 面积166万大概是46个台湾 人口呢2500多万将近2600万 党委书记是陈全国 这个名字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陈全国上任之后 现在所谓的集中营啦 或相关的这种政策啦 其实是陈全国这个党书记有推动的 那当然他非常获得习近平的赏识 所以有人先前在传言说 这个陈全国有没有可能进入政治接班 也就是说入常啊 成为七大政治局常委之一啊 下一届第二十大很有可能 这当然是中国高层的权力政治 但是这要了解哦 新疆这种地方你搞得好 你这个仕途就水涨船高 一帆风顺嘛 所以不晓得 但是陈全国做的这件事情 非常得到中央的欢心 新疆的清真寺的比例非常的高 大概是全球有穆斯林人口里面 清真寺跟人口比例数一数二高的 清真寺的数字非常高 两万五千家 所以你如果到中国去大城市啊 小地方啊 小镇啊 有很多的清真寺 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到 穆斯林其实在中国也是到处分布到处的 就有人会问说 那这样的话 那到底中国 他也他有没有歧视穆斯林 好像也没有嘛 那这个治疆政策是怎么一回事 好像在搞穆斯林啊 这个其实我们来说一下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发达起来了 所以整个新疆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了 那因为就开始就是 围族的人口开始移居城市 因为经济发达起来了嘛 那他们也要饭吃 那很多外来的人口呢 也开始移居新疆了 那在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1980年的年代初期呢 中国有一个非常开明的重要的总书记 就是一个重要领导人 叫胡耀邦 那胡耀邦当然1986年被邓小平拔掉了 那胡耀邦这个鼎鼎大名啊 只要是中国自由派 或是深信 或是期待民主的人 都会提起胡耀邦这个名字 胡耀邦是一个少见的 开明的中国领导阶层的人 在他任内除了思想自由 思想开放 社会的空间相对大很多之外 相对于毛时代大很多之外 他也做了平反冤错假案嘛 好 这不多谈 他对新疆政策也是一样 一如既往的 他对于新疆 治疆政策是放宽 这个新疆的民族自治 所以曾经一度 他想要把汉族的干部 因为其实新疆老早 中国移入了很多 当时西北大开发 移入了很多汉族的干部 你看像现在的党委书记 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都是汉人 陈全国也是汉人 胡耀邦总书记 当时是希望 让汉族能够脱离 去控制新疆 让新疆人能够有 更大的自主性 不过当时 其实有一个 主导新疆事务的 一个领导阶层反对 后来就作罢了 1990年代 他进入整个 因为我们知道说 中国改革开放 而且改革开放嘛 那90年代 他确定了 邓小平确定了市场经济 要继续走的这个道路 当然另一方面 中国的政治呢 也相对是 继续走威权化的 好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其实就出现了 新疆呢 他们开始跟外界接触嘛 新疆呢 因为数百年呢 他虽然他是信仰伊斯兰的 但是他很久没有跟 所谓的伊斯兰的本体的世界 也就是阿拉伯世界接触 那1990年代 一接触了嘛 整个经济发展起来 然后全球化了 文化也接触了 所以有一个东西 就是现在一般被中共认为说 啊 这个是极端主义的温床 增值点就在这 传入了一个极端教派 叫做瓦哈比主义 基本上瓦哈比 这个瓦哈比主义 这个是从沙特阿拉伯 所发出来 中18世纪的时候 他们想要复兴伊斯兰运动 那那个他们叫做原教旨主义 或基本教育的运动 基本教育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他想要复兴 原本这个宗教教育 还有呢 就是说他们认为呢 现在我们的伊斯兰的教义呢 被现代文明 西方文明给污染了 所以要回复这些传统的 黄金年代的宗教传统 那这个东西本来没有问题 可是他后来跟一些极端主义 结合起来就变成暴力了 所以其实 所谓的伊斯兰国啦 或者是所谓本来的 这个宾拉登 盖达组织啦 他的思想的根源 都有所谓的 瓦哈比教义的这个根源 那这个当然就是 我要解释就是说 其实这个中国跟西方 常常是吵不定的 确实在中国的内部 有一些极端主义者 因为就是1990年代 他新疆的这些 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他们跟西方接触了 也刚好 无所不接触嘛 那文化开放就是这个样子 也接触到好的 也接触到一些比较极端的 那瓦哈比教义 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在新疆滋长起来了 那当然随着所谓的 2001年美国911事件 开始反恐运动 那中国呢 也借着这波反恐运动呢 他想要去 管控内部的这个 内部像新疆所谓的 信仰 伊斯兰的穆斯林人口 所以呢 这是联动在一起的 所以中国现在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 这个你们之前反恐啊 你打阿富汗啊 然后呢 打这些极端主义者 那我现在呢 其实也是在打击极端主义 那不过 都是政治上的修辞用语 就是现在有个冲突 就是说 人权跟安全之间的问题 这个 因为我说2018年年初呢 他们开始 西方世界开始关心这个问题 新疆的人权问题 集中营问题 这个人权观察组织 就派人进去看啊 那新疆的问题就是说 一体化监控个人 传统的社区遭到摧毁 还有所谓的清真寺 其实有些清真寺也遭到毁坏 西方国家 或西方的人权组织 他们找眼的 其实就是说 你这侵犯人权 那中国就讲说 你这个是安全的问题 因为2014年 是一个关键的年 因为陆陆续续 在新疆内部 都有发生暴力的攻击 所以这个事情之后 那时候习近平 已经上台一两年了 习近平到了新疆 就指示说 要做反恐 反渗透跟反分裂 这些少数的极端分子 分离主义的分子 要把它肃清掉 所以陈全国在2016年的时候 就被提拔担任新疆的党委书记 妙的是 我说你这个乖乖听话 上面就会让你升官 到陈全国从2016年上台到现在为止 新疆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 主要的这种暴力事件了 管得很好 乖得要死 所以从官方的角度来看 我做这件事情是要平息 或者是止住所谓的极端主力 或者是恐怖主义 他们就两个词嘛 你只要听到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 从中国的观点 这是安全的问题 那西方的早眼就是人权 所以其实常常 国家安全跟人权之间 他要去做拿捏 那什么评价呢 坦白讲 其实总有一道底线吧 什么叫做底线 西方人他们总喜欢 享受一个所谓的健全的社会 其实他是从尊重个体开始的 可是中国的想法就是说 其实他是集体优先的 集体优先于个人 皮脂不纯 毛浆烟腹嘛 所以这个国都没了 国家安全都没有了 你讲什么人权呢 所以他可以大肆的 国家安全过度的扩张去解释 那就到了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这个揭秘文件里面 就有讲说 有一些人他留学 或从香港哪里回到新疆的时候 发现这个 一回家发现说 这个我的爸妈不见了 或者是我的亲人不见了 怎么跑去哪呢 跑去职业训练所 中国用的就是职业训练所 或者是再教育营 那他们就是说 这些你的家人呢 其实就受到了不好的思想 极端主义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把他再教育 那接下来就是要讲说 这个是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把他们视为什么 他是有病的 有疾病的 有病就要去看医生啊 我们是常常这样讲吗 不是人对人会讲这个 人对人这个讲的有时候只是酸嘛 国家对人民讲 有病就要去看医生的时候 他不是叫你去看医生啊 他说我来帮你安排医生啊 所以这个中国亲自扮演起了精神科医师的角色 你这个有病嘛 把你抓进来 思想改造一下 爱国爱党 不够爱国爱党吗 这个信仰这怎么极端教义呢 改造一下 然后呢他就说 哎呀这个其实都是自愿的 其实这当中其实也是一个争议啦 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 大家如果有兴趣 我们这里无法详谈 但是你可以去看另外一种观点 台湾有一位中研院实语所的学者叫 吴启纳教授呢 我其实有看过他相关的研究 包含他接受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一般来讲是 中国的大外宣的媒体 那不过我认为他其实有一些东西 还是可以值得去参考一下 你可以去做一些判断啦 那吴启纳教授其实他是懂微无二语的 而且他到那儿其实有十几二十年 在那儿田野调查的这个经验 他就是说这个西方是误解了中国 然后呢他们其实是职业训练 因为经济的需要维吾尔族的人 他的工作能力就业能力 通常在比例上比汉人还要差一些 所以呢吴教授就认为说 他们进去是自愿 有过半数是自愿接受这样的一个职业训练的 那或许这是没有错 不过我想我们对于人权的评价 其实是这样啦 就是说尽管确实有一些人有经济上的需求 而且是国家放给你的 可是你好无疑问的是 所谓的保障个人的尊严或权利是 只要有一批人哪怕是一个人或十个人 只要他认为他不是基于自愿就被你强迫的话 那这件事情国家公权力在他没有违法的行动 行为犯呢 他不是行为犯的情况之下 你能不能以思想犯来处理他呢 其实如果从法治的角度来看是不行的 所以我承认吴奇纳教授他的研究非常的不错 但是我想我必须一方面其实也去挑战 就是说因为你这个违反人权 违反对于个人价值的尊重啊 那可是他其实就是说 一般这样的观点比较精致的观点认为说 那一方面他们是极端主义 确实有这个东西存在啊 但是这个所谓的极端主义 你不能够以部分来推论全体嘛 你不能说啊这个有极端主义 从这个阿拉伯世界传进来 然后有恐怖分子的滋生 我就要把你全部视为恐怖分子看待嘛 这当然是不对的 那不过中国也会讲啊 他们认为说你们这就是说 什么人权高于主权 安全都有问题了 你们就是这样子 一定要抓到证据才能逮人啊 那你这样子你看整天恐怖威胁都在你身边 像我直接来处理 然后呢这些有思想上的毛病 受到极端思想的人 把你视为是精神病 这个其实 当国家想要扮演起精神科医师的角色的时候 这就麻烦了嘛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那西方人认为就是说 你看你用这种新的监控系统 去监控人民 新疆人民 然后你把他抓起来再教育 那这是很严重的啊 所以他这个东西 这两者之间的论辩 其实就是各讲各的话 那我只是说他这两者是这样 那我们有没有一把尺 那一把尺是什么呢 好不好你也可以说是我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荼毒 但是我就是这样 我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 当然是必须基于对于个体的个体的价值尊严的尊重啊 你不能说随便国家开一个枪 就是说你个人不爱国爱党 以国家为中心 我想其实中国在跟西方 你常看到这些留言 就是说骂说西方说 你们这些报告就是在讲说中国政府 那他们都是恐怖分子 什么叫做他们都是恐怖分子 这个问题就来了逻辑上的毛病 你不能够以少数推论集体 你说有少部分绝对是承认嘛 任何社会都有极端分子嘛 但是你不能把他一群人就视为说 你有恐怖分子的潜在因子 先把你抓起来 预先把你抓起来 先把你思想再教育了 你有病嘛 先把你管治一下 那到底谁有病还不晓得呢 我想如果用这个问题 去衔接这两个之间的鸿沟 就有把他吃出来了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这个东西还牵涉到国际角力啊 这国际角力你看就又来了嘛 就是中国他现在经济强起来 一带一路推展出去了 撒了不少的钱啊 在国际上就有许多挺他的小兄弟嘛 挺你的时候管你 你讲人权 我也跟你说你排排所叫好嘛 所以在联合国的大会上 2019年1月的时候 反正呢 英美德国等等的国家 他们因为有人派这个记者进去调查啦 然后呢也看到 而且从这个空拍卫星图 也检视了前跟后 他确实那块地方是有所变动嘛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中国虽然接纳西方的记者 进来采访 但是被安排的采访 这个从新闻学的角度来看 这是真吗 真还是假 记者必须要有独立调查 自己调查的能力 如果被国家被政府安排了 请问这个这样的调查 是不是官方宣传样板呢 这个答案 不正自明嘛 好我要讲就是说 那这个有20多个国家发表声明去谴责中国的违反人权嘛 包含10月底也来了 又来斗争了 可是有50多个国家以俄罗斯为首的 包含中国在世界上的许多的小兄弟啊 委内瑞拉这些重要的收到 说到了不少好处的小兄弟啊 一致赞扬啊 说中国这个人权做得好啊 你看看这个经济人权嘛 你看让他们有饭吃啊 但是什么叫做有饭吃 我知道经济问题绝对很重要 但是如果说这个经济问题是国家告诉你说 哎 这个你要吃饭啥 老子赏你啊 哎 让国家作为老子赏你的饭 好像你国家是我的主子啊 拜托那些钱都人民赚的 那些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啊 所以你要这个思考的问题是重回一个问题 就是说国际的角力是他们就炒不定嘛 反正就各自的盟国各自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嘛 但是有一个指标 就是说什么叫国家赏你饭吃 到底国家是人民的还是人民是国家的 到底人民优先于国家还是国家优先于人民 这是我对于新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的问题下的一个注解 那以上当然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这个观点